各位观众朋友好 有朋友今天还在心在问 他是很犹豫不决 到底要不要改名字 用五行捺音可不可以 然后用我们笔画学可不可以 其实我们就用笔画学来说 中国有几个很有名的人物 李登辉 沈水扁 连战 宋楚瑜 这几个人够有名了吧 他的名字就是数字来分析的话 大凶 你看看 名字好以外 其实我们名字学也用五行 我们不是用五行深刻 我们不用五行大音 因为那音只是代表 他这个字在藏着什么五行而已 不因为什么特别意义 所以我们的生涯性语学 看过以后 真的你要好自己去分析一下 到底名字 我们的分析对不对 对你就参考 不对就不要用 这也没什么好犹豫不决的 我就希望 多观察观察 多了解了解 是有帮助的 好 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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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